谢谢台北市南京东路 银行一条街 很多银行在这边都有设立分行 而各家银行都有理财专员 替着客户规划理财赚大钱 不过怎么让客户 拿出手中的钱来投资呢 理财专员说第一步很重要的是 抓住对方的心 银行好多家你要选哪家 各家纷纷大大美女理财专员牌 亲切笑容成了银行活招牌 不只外貌要让客人看得顺眼 怎么抓住顾客 心甘情愿找你投资理财 理专们各出其招 经营客户有点像是在追男女朋友 对就是你对你的另外一半 会多么的用心 其实你对你的客户 也可以用差不多的方式 去花心思在他身上 提前提客户想到他们的需求 如果遇上长辈 理专还要适时角色扮演 其实他蛮想念他的孙子 那刚好他的孙子的年纪 跟我想仿是差不多 那所以每次他来的时候 你有点像角色扮演 就是扮演好他孙子的一个角色 对那就是嘴巴甜点 都喊他爷爷奶奶啊 然后就是什么吃饭没啊 什么之类的 好像来银行就是回到家 来看他孙子的感觉 把客人当自己的家人朋友 三接送礼 有的理专像是暖男 机场接送 疫情期间还有人下班后 药局排队 买口罩给VIP客人 这么暖心 还有人道府服务帮忙换灯泡 做到这种程度 客户的心要不被融化 也困难 那如果你可以把客户 当成是朋友 再好好经营的话 我相信跟客户的关系 能够更贴近一点 理专小年薪破百万 真的不难 但怎么让客户信任你 除了眼光独到 让客人投资赚大钱外 仅仅抓住客户的心 才是不败法则 三权告知邵紫阳 跳动 之间是自作可以性 支持者 投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